这个是关于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新闻 为了父母如果没有办法对孩子做到一世同的文化 这样别人就会或者你自己身旁的人就会认为这个父母是偏心的 那这些朋友们一样 诊所在念子书分享的篇文呢 就引起了不少人也能够 这个篇文的标题是写着 父母最不太学习 长老子最孝顺 然后应用父母的 然后听说有什么说的 然后在那里就提到没错的一个名称的文章 天下的文章就是一个八个子 闲戏自己的小儿子 可是就是这个小儿子常常随他去做的 所以就有不少的网友都认为那样 非常是这个小儿子的文章 这篇天文当中提到诊所内建的 就是工作的老警区 因为他们的名外面 老子早感虽然 当时没有办法 但是每个小儿子的小儿子 带着到这种固扎 那小儿子除了会为妈妈 还在好处的时间 也会准备好食物啊 药物啊 文体 细心叫来妈妈 天文当中情有 这位小儿子 每次带妈妈去固扎她之后 她都是一看这工厂的祝福的 妈妈看完就 她就要把回去工厂上班了 但是对于老母亲呢 却对小儿子有过程不满意 还想去对小儿子的名字 好美说 嗯 有一次呢 这个医生就会这个小儿子 打到这种固扎 然后他就被这个老母亲 冲赞 对他老子说 哎呀 还要不去想 但是这位母亲呢 就继续满意 说小儿子呢 没有本事 又不会念 所以又赚不到钱 还说小儿子呢 就像大儿子 那么 他能闹 然后 大儿子呢 不只是念了大学 还自己做东西赚了钱 还住大房子 能赚 担 那就不赚 他能赚 这个母亲呢 对大儿子赚不得赚 因为医生就有感觉这个老子的医生 是为什么女儿子没有谁的肚子 后来就说 因为儿子生命的好奇 他不想麻烦他的大儿子 有小儿子陪他避免就好了 医生就听说 小儿子听到妈妈的对他发之后呢 就热爱哭笑了 看来 他有习惯的妈妈 会多个人信 听到这里 医生就想要继续帮小儿子说好话呢 所以呢 他就告诉这女儿母亲 并不是每个孩子 我都能为上你的小儿子 就往老公运步